過去在半年內 晚上出來散步 走在我家的附近過馬路 就有兩次 差一點被大的車輛 所逼到邊上去 所穿點創道 所以我深深感覺到 走到斑馬線上 每一個車輛 當你在右拐的時候 或左拐的時候 碰到安全島 一定要停聽看 走到斑馬線上的人民 感覺到絕對的自由 絕對的安全 我發現到很多在右拐的時候 很多公車看不到走路的行人 這一點是屬於道路交通 要改善的部分 那麼我希望政府有關單位 也應該來注意所有的規劃設計 要讓斑馬線跟這個 車在轉彎的時候 有足夠的距離 足夠的安全 讓斑馬線 車輛調轉彎的時候 讓他看得到行人 也希望他能夠停聽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訂閱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